湖北省商务厅11月20日下午举办蒙古国捐赠羊接车分发仪式 正式宣布首批捐赠羊分配方案 结合大家的想法 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将这3万只羊全部拿出来 请为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做出重大贡献的省内新冠肺炎医疗就职定点医院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全国各地的原厄医疗队 以及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因公殉职的人员的家属 共同来分享这份温暖和感动 据悉送给湖北省内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一线医务工作者的羊肉 将以四周围单位发往定点医院 送给全国各地原厄医疗队的羊肉 将以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位单位发往目的地 送给因公殉职人员家属的羊肉 将安排一一送到家中 湖北已委托专业冷链物流运输公司承运 在运输及分发过程中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全链条闭环管理 三万只羊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检疫加工后 分批起运 所有的捐赠羊不得流入市场 蒙古国捐赠羊分配的情况 湖北省慈善总会将按照有关要求 及时对外公布 在今年2月中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蒙古国总统在访华期间宣布向中方赠送三万只羊 以表达蒙古国人民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心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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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